來做那個利益交換的東西 所以我寫了一首歌 叫做《揮叉蝦跟傳來》 這條歌是在說一個叔叔 他在三七五檢豬的時候 他的那個土地被國家徵收去了 然後後來他在鐵路旁邊 蓋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房子 他連那個建築師還有那個 整個設計圖都是他自己畫的 然後可是呢現在就突然 政府就一句話就說要徵收他們的房子 那我覺得這首歌跟風車 這次的風車事件也有一點點相關 就是政府都沒有跟民眾溝通協調 就突然說要把它蓋下去 跟這個財團有一些勾結這樣子 好 那我唱第一首歌 也是我第一次寫的台語歌 叫做《揮叉蝦跟傳來》 《揮叉蝦》 《揮叉蝦和聲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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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买騎去看海 逢風吹走 我的不敢 無來地的過去 存在哪裡 是咱的土地 我要求不得我一命 只愛你一日 冰暗的貴 只愛你一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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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情的未來 吹不飄外的所在 啊 風吹下的藏來 啊 風吹下的藏來 啊 風吹下的藏來 啊 風吹著 風吹著叫 啊 風吹下的藏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